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以为这个是真的午餐肉 其实是一个新产品 叫做新餐肉 是一个素食者都可以吃的午餐肉 如果说回小时候 其实家人真的不准吃午餐肉 我记得午餐肉 就会在沙滩 那个士多 通常都是 你游完水很饿的时候 经过就会闻得很香 就在这个时候 可能有两分肉 跟妈妈说我真的很饿 可能会停下 有机会可以吃个餐蛋面 这个素食的午餐肉 是每一个人去试食 都是很惊讶的 我自己也是 为什么一个全植物做出来的产品 都是会有那么香的 一些好像肉类脂肪的味道呢 无论是营养成分 和煮食的过程里做到的香气 或者煎的时候又可以煎到洞 里面还是软软 外面又可以脆 其实很多方面都做得非常之好 然后煎到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